继续来说说总统日 美国的总统日虽然起源于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 在早期也有纪念林肯总统的含义 可见林肯总统在美国历史上的非凡的地位 那么在最新公布的总统的排名榜上 林肯总统还是位居第一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人在林肯纪念堂的记者鲍戎 请他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鲍戎 可能会有观众会很纳闷说 今天是总统日 不是说是华盛顿诞成日吗 为什么我们要来林肯纪念堂来看一看呢 那么其实在最初的时候 虽然这个日子确实是为华盛顿的诞成 也就是2月22日所设 但是呢在后来的 美国在1968年是有一个星期一节假日法案 当时是把这个节假日规定到了 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那么当时就有人说 其实这个2月第三个星期一 不一定总是在2月22日 也就是说 不一定总能纪念华盛顿总统的诞成 当时也有人提出说 其实林肯总统是生于2月12日 那么是不是也应该一起来纪念一下林肯总统呢 不过当时这个法案其实是没有通过的 后来到了 美国国会又出台了一项法案 是叫做统一节假日法案 那么就是把这一天正式的规定到了 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其实把这两个日子合并起来 纪念两位总统 到后来呢 也就成为了纪念美国所有的总统 那么我们知道林肯总统呢 他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 地位非凡的一位总统 他是领导了南北战争 也是废除了奴隶制 他统一了南北 而且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也是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现代化 我们知道在很多官方和民间 这样做的一些调查之中呢 林肯总统呢 都是经常是排名第一的 说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我们看到 其实在上个星期五 美国呢 C-SPAN电视台 也是出台了一份 由历史学家们点评出来的 那个总统排名 那么林肯总统呢 也是排名第一 这次的排名呢 是由91位历史学家评出的 从十个方面给 美国历史上的43位总统来打分 那么林肯总统呢 是位居第一 他是在领导解决危机能力 然后是在推行公平正义 设定国家目标 这三个方面是排名第一 那么另外呢 在公众号召力 道德榜样 以及经济管理方面 也是高居第二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 刚刚卸任的奥巴马总统呢 这次是 其实排名也是非常的靠前 是排到了第12位 那么在他之前的布什总统 以及在之前的克林顿总统呢 是分别排名33位 和第15位 林森 好的 谢谢记者暴容 在华盛顿 林肯纪念堂的连线报道